今天我要告訴你 頭髮如果長了 先別急著剪 其實有很多好看的髮型 是需要你的頭髮長度的 嗨 大家好 我是Justin 今天我想來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的頭髮長了 型跑掉了 就一定要去剪頭髮嗎 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你學習 其實有很多好看的髮型 是需要仰賴我們頭髮的長度的 尤其是韓系的髮型 很多頭髮都是帶有捲度的 那有捲度的頭髮呢 它原本的真實長度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你頭髮長了 先不用急著剪 我今天就來示範一款 如果帶有捲度的六四分髮型 應該怎麼做 好 我們今天一樣會使用到離子夾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離子夾的男生 我會建議你去買一支 因為在我們頭髮長了之後 離子夾可以說是造型生氣 是絕對必備的 那你可以選擇像我這種迷你夾 它基本上對新手來講 會比較好上手一點 那我今天沒有把頭髮做得太捲 我今天想來做一款 比較自然感的微捲髮造型 尤其瀏海這邊 只要一個輕微的弧度而已 一個輕微的曲線 類似一個小小的S就好了 偏自然感一點的感覺 好 首先我們先來幫頭髮做一個簡單的分區 就大概就好了 像這樣子 找一個髮夾 把它夾住 大概稍微區分一下 大概分成兩三次來夾 我們先挑一撮瀏海起來 把它給順直 左手把髮尾的部分 先給捏住 先給捏住 把頭髮拉緊 離子夾的使用是一定要感受到 頭髮有被拉扯的張力 所以你的左手 是有緊緊拉住你的頭髮的 好啦 要看好 我現在要示範這個動作會有一點點難度 離子夾從髮中的位置進去 吹油門 到最後髮尾給它一點方向性 放開 你有看到嗎 這就是我講的所謂的一個 簡單的弧度 就微微的弧度 這個小小的S 這邊是我們剛做的蓬度 髮尾的方向性也做出來 好啦 我們再來一次喔 我們來夾旁邊這一撮 撩起來 先把頭髮給順直 左手要捏住髮尾的部分喔 再來一樣喔 離子夾從髮中的位置進去 吹油門 最後給它一點方向性 這撮沒有夾到 進去 給它一點方向性 有沒有 這樣我們就可以很成功的創造出 一些弧度出來 但其實不會到很捲 因為我今天沒有要做很捲 我今天想要做一點比較自然的風格 這邊好像沒什麼捲到 這邊再上一次好了 進去 抬起來 給它一點方向性 有沒有 就一個很自然的曲線 但又不至於太捲 太Q摸 那這邊也是一樣喔 不過我這邊的頭髮比較少一點 大概夾一次就可以了 撩一撮頭髮起來 髮尾的部分要捏住喔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給它一點方向性 所以到最後才能夠放開 好 離子夾從髮中的位置進去 吹油門 給它一點方向性 就一點點方向性就好了 就是髮尾要捏到最後 最後一刻才放開 給它方向性之後 放開 像這個樣子 今天沒有要做很久 就大概可以營造出一個簡單的葫蘆形就好了 然後內層的部分啊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像我自己的習慣啊 我會去做一個頭角出來 讓我們兩邊這邊看起來比較蓬鬆一點 我先做 待會完成之後我會再解釋 就是內層這一排頭髮啊 內層這排頭髮把它撩起來 夾子進去 我會在它的髮中的部位夾一個彎 像這樣子 髮中的部位夾一個彎 像這樣 在髮中的部位夾一個彎 然後你可以把頭髮先拎著 靜置一下下 再把它放下來 我會製造出這個頭角出來 這個動作啊 對我們待會的整體造型 會有加分的作用 好那這邊也是一樣喔 把頭髮撩起來 離子甲從髮中的位置進去 夾一個彎 然後把頭髮拎著 像這樣子 我會在兩側的內層這邊 各做一個頭角出來 待會對於造型會很有幫助 我後面會解釋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髮夾拿下來 先把頭髮給剝好 先把頭髮給剝順 其實現在就已經有點小小的感覺啦 看我現在把頭髮放下來之後 留在這邊帶一點彎 看起來感覺就不太一樣了 對不對 那我今天因為只打算做一個 比較自然感的風格嘛 所以除了瀏海以外 後面的頭髮 我不打算讓它帶捲度喔 但是這不代表後面就不用夾 我還是會建議用離子夾 把後面的頭髮都帶過一遍 但是我們不做捲度 大概讓後面的頭髮不要這麼直就好了 那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喔 你可以隨性撩一束頭髮起來 那在上夾子的時候 動作不用太大 也不用停留太久 就大概從髮中位置一樣進去 稍微畫一下 就這樣 稍微畫一下就好了 你看 它其實帶不出什麼捲度 可是會讓頭髮不會那麼直 就大概是像這樣的感覺 隨性撩起來 夾子進去 畫個圓弧 這樣就好了 結果我還是會建議 要把大部分的頭髮都給過過一遍 像這樣 夾子進去 畫個圓弧 這樣就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走的是一個自然感 自然就好了 自然感 自然 進去 畫過去 進去 畫過去 簡單 凹個弧度就好了 簡單 凹個弧度 簡單 凹個弧度 那這邊也是一樣喔 隨性撩起來 簡單 凹個弧度 簡單 凹個弧度 尤其像我們直髮的男生 在沒有凹之前 頭髮看起來會很直 簡單 凹個弧度 你只要離子夾停留的時間 不要過長 頭髮是不會太捲的 簡單 凹個弧度 夾子進去 快速 下 夾子進去 快進快出 夾子進去 快進快出 快進快出 你看 像這樣的感覺 我沒有把後面的頭髮製造出捲度 就只是去增加它一點點的曲線 一點點的弧度 好 那後面的頭髮也是一樣喔 你看現在是非常的直喔 尤其是髮尾的部分 我覺得還是要戴過一遍離子夾 那個線條會比較好看喔 一樣隨意撩起來 進去 畫過一遍 撩起來 快進快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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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稍微針對髮尾的部分 讓它不要太直 因為我們這種直髮男生 如果不戴過一遍離子夾的話 後面真的容易看起來太過直 但我們的訴求一樣是自然感為主啦 所以不用夾得太彎 大概像這樣子就好 好那再來我來教你如何做後腦掃的膨度 因為後腦掃的膨度在韓系髮型當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喔 它絕對不能夠是扁扁塌塌的 它一定要有一點點鼓起來 那其實如果我們有離子夾的話 其實在這方面其實很好做 好那怎麼做呢 我們在後腦掃的位置 撩一排頭髮起來 撩一排頭髮起來 然後離子夾 在髮中的地方進去 摺一個彎 然後手過去把頭髮拎著 讓它冷卻成形 靜置一下下之後 再把頭髮放下來 它理論上就會有一個膨度出來 有沒有看到這個膨度出來嗎 好我們再夾一次喔 撩一排頭髮起來 撩一排頭髮起來 離子夾在髮中的地方進去 摺一個彎 把頭髮拎起來 靜置一下下 讓它冷卻成形 然後再把頭髮放下來 理論上應該就會出現一個膨度 那你再去用手 把它給撥順 把它給撥順 像理論上後腦掃應該就會出現一個 我們要的一個膨鬆感 這是一個後腦掃補強的一個做法 如果你手上有離子夾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那大致上我已經把該夾的地方都夾過了喔 那你還記得我剛剛在前面的時候 不是有幫內層做了兩個頭角嗎 那它的目的就是為了這個 像我現在的頭型 就可以呈現一個很漂亮的弧形下來 一個弧形下來 這是頭角的目的 最主要就是要把這兩邊給撐蓬 這樣你的頭型才會漂亮 好那最後我們來上一點的髮蠟就好了 一點點就好了 因為我今天最主要走的是一個自然的風格 主要素學就是以自然為主 上一點點就好了 我不想上太多 主要是抓一點點線條而已 就稍微撥一下 搓揉一下 稍微輕輕的撥一下就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目前的型其實已經不錯看了 先撥 旁邊 再撥 後面喔 後面要撥一下 剩餘的髮蠟再來處理前面 不然如果你一開始就抹瀏海的話 瀏海會黏在一起 首先這個部分 我們的分邊處這邊 可以稍微抹一點髮蠟 加強一下 瀏海部分 稍微抓一下 手上剩餘的髮蠟再來抓瀏海就好 這樣瀏海抓起來會比較自然一點 那記得喔 耳朵上方兩指處要壓進去喔 把它壓進去一點 壓進去往上推一點 因為我們剛有做過內層的頭角 所以現在頭角變得很漂亮 看頭角下來 兩側壓貼 這樣順著我們臉頰下來 這樣整個頭髮才會順 好那我們現在算大功告成喔 一個簡單微捲法的六四分 帶有一點點些許的曲線 但一切以自然為主的一個風格 應該也不錯吧 趕快去練習看看喔 好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教學喔 我是Justin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一下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